好,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介绍曲面坐标 目前我们只谈笛卡坐标,球坐标,跟圆柱坐标这三个坐标 我们现在就看看笛卡坐标的梯度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球坐标跟圆柱坐标里头的梯度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任意的一个曲线坐标 它的gradient f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按照gradient f的定义 gradient f等于什么 等于在三个坐标上面的分量 等于f在三个坐标上面的增量 分别作为三个分量所形成的一个向量 那就是f在u1这个方向上面的增量 就是partial f over partial l 你成绩一个dl1 它f就增加一个df等等 这是u1方向 u2就是partial f over partial l2 就是第二个方向上面的一个距离 partial f over partial l3 u3按照这个定义呢 它是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如果f这个存量不是l1的一个函数 它是q1的函数 一般它是q1的函数 那么它就 它不能直接对它为分了 所以根据这个chain rule 它应该等于partial f partial q1 再乘上partial q1 over partial l1等等 这就是等于partial f over partial q2 partial q2 over partial l2乘u2等等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dl1等于h1q1 dq1 dl2等于h2dq2 dl3等于h3dq3 带到这个里头的dl1 或者是说partial q1 over partial h1 你把这个也等于说 你把这个除过来 就是partial q1 over partial l1 等于h1分之1等等 把这个或者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 曲面坐标的t度 grading f 可以等于 像这个 就等于h1 乘上partial f over partial q1 u2 像这一项 第二项 就等于h2分之1 乘上partial q 乘上一个 partial f over partial q2 再加上第三个分量 h3分之1 partial f over partial q3 这个就是一般曲面坐标上面的t度 ok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t度 里头q1 q2 q3 一般坐标的这个 用迪卡尔坐标来带 我们就先用迪卡尔坐标来check一下看看 我们导出来的曲面坐标 跟我们直接用迪卡尔坐标 算出来的是不是一致 ok q1等于这个 u1这个方向 就是x方向 u2就是y方向 u3就是z方向 h1 h2 h3都等于1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你看你把它带进去以后 这1 partial f over partial x 然后这是x 然后这个是x 这是y 然后这也是1 partial f over partial y 等等 你看这就是迪卡尔坐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式子应该不会错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结果来看一看 球坐标的gradial f等于什么 球坐标 q1 q2 q3 分别用rc的5来带 这三个方向 就是这三个方向 然后h1等于1 h2等于r h3等于sinθ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么 那么 我们就 可以得到 球坐标里面的gradial f 是等于这个 球坐标里面的gradial f 是等于这个东西 OK 这个就是partial f over partial r θ分量呢 它不是partial f over partial θ 前面要乘以r分之1 这个常常会忘掉 所以千万要注意 然后这个 5方向的是 对于这个 以后 这个式子 在gradial f 在球坐标里头 要用这个式子 好 我们现在 看 圆柱坐标 q1 q2 q3 分别用rho 5z来代表 u1 这个方向 分别用这三个方向 然后h1是e h2是r h3是e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我们就发现 gradial f 你看这个等于1分之1 partial f over partial rho 方向是ro 方向 然后h2分之1 就得r rho分之1 partial f over partial 这个写错了 这些 这些 这不是θ partial f partial f partial f over partial phi 然后这个是 partial f 这个e partial f over partial z 注意这个是fire 我写错了 好 我们现在看看 散度 一般曲面坐标里头的散度 一般曲面坐标 我们把它画出来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看 它右边 右边这个面上面的flux 它是等于 右边 a1 a1就是代表第一个方向上的分量 乘上 第一个方向的这个分量 乘上这个面的面积 这个面的面积 这个面是等于什么 这个面 这是right hand side的这个fi 对于a1 乘上2跟3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什么 d2r d2是在这里 它是右边 右边 跟d3r dl3的r 就是右边的这个值 右边的这个值 那ar呢 它这个a 在这个地方的分量 叫做a1 但是你跑到这里来 就变了 它要看看a1 在un方向 它的坐标就是q 坐标改变一个q的话 它的增量是多少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正好也是这个 正当中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也是2分之1 你看这个是在中间 中间 2分之1 的dq1 好 那么dl2r呢 dl2r是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跟原来这个长度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跟原来这个长度 也不一样 它也是要看 这个长度 在q1这个方向的 增加率是多少 增加2分之1 dq1 那么dl3 dl3 dl3就是 dl3 就是这一条 dl3 dl2是这一条 dl3是这一条 好 这个是dl3 dl3是这一条 dl3是这一条 那现在我们这dl3 右边是这一条 看看说错 右边是这一条 那么 原来在这里的dl3 那要看看 变到这里来 那要看看dl3 随着 随着这个 q1的变化是多少 就是你q1 改变一个dq1 你的h3改变多少 乘上2分之1dq1 从这里到这里 是2分之1dq1 OK 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dl2 dl3 这三个乘起来 好 这三个 这三项 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把这个 a1 a1r8 这个通通带进来了 h2就等于这个 h3r就等于这个 然后再有个dq2 dq3在这里 我们把这三项乘起来 a1 h2 h3 dq2 dq3 第一项 然后这个 这个 乘这个 再乘这一项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是 a1 h2 乘上 这个 然后这个呢 这一项是 h2 乘h3 乘这一项 再来就是h2 h3 乘 a1 再乘这一项 然后 大家都有dq1 dq2 dq3 都提出来 好 这三项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 这再多的项 这点点点就代表 更后面 比如说 这一项 乘这个 乘这个 或者是 最后 这个 乘这个 乘这个 因为它 这个 这个dq2 这里有个 这都很小了 这个量跟没有dq的 就差很多了 所以很小 很小的量 在很大的量旁边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就不要它了 就只要这两项就好了 这一项可以合并成为这个东西 括乎里头这个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乘上这个 所以 这个是什么 右边 从右边 穿出来的flux 等于这个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求 左边 穿出来的 左边穿出来的 就是什么呢 负 d1 l d1是在这里的 d1 它在left hand side 这个地方 出来的量 乘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就是 dl2 left hand side 跟dl3 left hand side 但是这个面 我们知道 封闭面的方向 是朝外 而 这边的dl al1 我们刚刚说都是偏这一边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往里头 就是负的 这个往这边 是负 往这边 它跟这个面 相差180度 所以就是负的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值 那dl2 l dl2 l 可以变成h2 l dq2 因为 d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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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个是等于这两个面 dl2 它的改变 就是dq2 坐标改变是dq2 它的长度是dl2 它必须要乘上一个 h2 对不对 但是这个h2 因为你的位置 不是在原来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左边这个位置 所以要乘上一个 h2l 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三个 符号写在这里 a1l a1是等于这个地方的 这个分量 left hand side 它就是a1 要变小了 对不对 变小了 好 大家要看它 在q1方向的变化率 它是变小 所以用负的 乘上2分之1q1 h2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h2 跟这里不一样 我们假定h2也是变小 那要看它 那要看它对q1的变化率 是多少 减掉这个变化率 乘上dq2 那么 这个h3 就是等于h3 h3l h3减掉 就是h3 在这个方向上的变化率 乘上2分之1q1 好 我们也跟前面一样 它合并以后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左边跟右边加起来 右边是这个左边是这个 加起来第一项就消掉了 只有第二项存在 第二项存在 第二项呢 你看都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两倍 那就等于partia a1 h2 h3 over partia q1 dq1 dq2 dq3 对于这个 就是 左右 的flux 然后上下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头类推 左右 左右 你看到 它是a1 因为左右的flux 这是a1嘛 乘上这个 h2 h3 它就是 这个面嘛 2 3 那是 好 那么 上下 我们这个类推就是说 你可以把1变成2 2变成3 3变成1 你看 1变成2 1变成2 2变成3 3变成1 这个都一样 好 total flux 是等于这个 total flux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dta用这个 带到 我们刚刚导出来 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我们就可以用dq1 dq2 dq3 等于dta dta over h1 h2 h3 dta over 这个 好 那这个就是啊 我们一般 就是我们刚刚导出来的 总通量 总通量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呢 带到divergent a的定义里面去 divergent a的定义是说 空间任何一个点的divergent a 就等于这一点 单位体积的 总通量 那总通量是这个 被dta来除就好了 所以你把这个 除过来 那这个 就得到 一般 曲线坐标中的 divergent a 就是这个东西 好 一般曲线坐标 divergent 好 现在我们就来 检验看看 我们导出来的 这个式子 对不对 我们先用 dq坐标来check dq坐标 a1就是ax a2 a3 然后把这些 dk坐标的特性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你看 这三个就等于1 对不对 这个就等于ax了 它就是partialax over partial x 那这个就等于partial ay over partial y 这个就是partial az over partial z 你看 没错 跟我们直接从dk坐标导出来的 完全一样 好 所以我们就把 圆柱 把这个球坐标上面的这个特性 带进来 球坐标的 带进来 h1 h2 h3 就等于r 乘乘r 三 θ 就是r平方三 θ r平方三 θ 这个就是partial over partial r 然后这个就等于 然后这个就等于r 乘r三 θ 就是r平方三 θ 这个a1就是ar a2就是a θ 这个就是partial over partial θ 然后h3 h1等于 就等于a θ 就等于a θ r三 θ 然后这个是partial over partial 5 a3是a5 然后a1是1 a2是r 是等于这个 但是一般我们就把这个 就是再画一下 再画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括弧里头 它只对r做偏微分 那θ 跟r没关系 所以θ可以拿出来 跟这个约调 它就变成r平方分之1 partial ar r平方 over partial 5 partial r 再加上这个 这个是对θ做偏微分 r跟θ没关系 可以拿出来 跟这r约调一个 所以这变成r三 θ partial a θ 三 θ over partial θ 好 这个里头 r可以提出来 约调 也是r三 θ partial a5 over partial 5 好 我们最后再看 圆柱坐标 把圆柱坐标 这些特性带进去 带到这里头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a1 a2 a3 就是r分之1 a1 a1 是a rho a2 h2是rho h3是e 所以它就是rho ar 好 这个partial over partial q2 就是partial 5 然后这个h3 h1都是e 所以这是partial a5 然后这个partial z 然后这个是az h2是rho h1的e就是这个 好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展开一下 这一项就是它 然后把这一项沉进来 然后这个列 这对z座平为分 rho呢 跟z没关系 可以提出来 跟这个rho约调 所以最后一项就是partial az over partial z 这个是圆柱坐标的三度 好 我们再看这个 曲线坐标中的旋渡 曲线坐标 现在看旋渡 旋渡 刚刚是散度 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头 画一个坐标 曲线坐标 q1 q2 q3 这个方向是u1 u2 u3 好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 a b c a b c d 这个封闭路径 做这么一个封闭路径 向那a就是指这一点的向那a 但是他如果到别的地方去呢 这个值 大小跟方向都改变了 大小我们假定 往正方向都是增加的 往负方向都是减小的 然后都是往这个方向偏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这个式子 我们前面讲过 跟第二个方向垂直的这个 curl a 你看 现在是对第一个方向垂直的 curl a 要等于limit 就是当这个面 去无穷小的时候 单位面积的 这个面上面的 封闭路径积分 单位面积的封闭路径积分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对这个面 对第一个面 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看这个 是第一个面 它就等于 a 这个a是 a在 这个上面的值 然后b 这个a 是指 a在这个上面的值 在这个地方 不是这里 是这里的值 在b路径上的值 这是a 在c路径上的值 这个是指a 在d路径上的值 对 这个线积分 好 这个线积分 我们看这个 第一个 a.dl 在a 这条路径上面 因为这个路径上面 就是 就是这一点 所以它就是 就是a就好了 不需要 它没有变化 大小没有变化 不过它的路径呢 你看 它这个a a dl dl是 dl是这个方向 dl是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看它 它现在是什么 因为你要圆到这个积分 所以它是A3 A在这个方向上面的分量 就是A dot这个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 在这个地方 是负的 因为它的方向朝这里 它是朝这边偏 朝这边 这个方向朝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负的 A3 称是H3DQ3 那这边呢 现在我们看这个B边 B边的A 它就不能算A了 它是A3 它也是要算这个分量 它是A3在这个路径上的量 这个路径上的量就是A3 要看看它在Q2上面的变化量 我们说它的正方向是增加 乘上DQ2 乘DQ2 OK 总共的长度是DQ2 这是Parsal A3 就是Parsal A3 Parsal Q2 这变化量 它乘上DQ2 就增加这么多 那H3也是一样 根据这个道理 也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增量 你看 也是增量 称DQ2 然后再乘上一个DQ3 然后A2 是指C方向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正好是A朝这边偏 所以这个DOT 这个就等于 这个方向 它这个分量 乘上这个分量 就是加的 A2 A2 乘上H2DQ2 然后D 这个地方 你看 它这个分量 跟这个 这个分量跟这个正好方向相反 所以用负的 然后这个要看它的增量 这里是A2 到这里呢 就看A2 对DQ3 它的增量 就是增加的 增加的 在层上 在层上 DQ3 它总共的 坐标 就是DQ3 坐标 就是DQ3 然后H2 跟它一样 就是看H2 在这个方向上的增量 增加DQ3 再乘上 DQ2 乘上这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DQ2 DQ2 DQ2就是 这边的 坐标的 改变 好 我们把这个合并起来 能够消掉的就消掉 剩下的就是这些东西 你看A3 H3 DQ3 这里有 跟这个正好消掉了 这个 跟这个正好消掉 剩下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一个面 就是跟这个垂直的面 垂直的面 但是它现在 还有DQ2 DQ3 DQ2 乘DQ3 正好是这个面 这个面 然后 不是DQ2 DQ3 就是说DL2 乘DL3 就是这个 乘这个 H2 DQ2 H3 DQ3 就是等于这个面积 等于这个面积 OK 这个里头 DQ3 第二是等于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 以上的结果 带到这个地方来 带到这里来 第一个面 第一个面 好 它就是等于 这个值 我们刚刚倒出来的 这个量 然后 D1 就是这个东西 好 这个DQ2 DQ3 约掉 它就变成这个 这是第一个面 跟第一个方向垂直的 这个面上的Curl A 好 我们左右 都乘一个U1 这里乘一个U1 那这边呢 我们就 也乘一个U1 不过我们这里 分子分母同乘一个H1 配一下 然后 同理可以得到 第二个面 就是把这个1变成2 2变成3 3变成1 这样子的 然后 3 我们得到这三个分量 Curl A 这三个分量 所以 Curl A 就等于这三个 分量的向量 向量和 那我们把这个 带进来 Curl A 带进来 就变成这个东西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前面有个H1 H2 H3 提出来了 好 然后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量 这个大概是 明白吗 好 这个 本来是这个值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这个 就变成这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 你把它展开 就是它 你把这个展开 就是这一下 因为这个很难记 对不对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行列式 就是这个 那这个就代表 那这个就代表 Curl A的一个曲面坐标上的一个值 我们现在拿迪卡尔坐标来 验证一下 迪卡尔坐标的特性带进去 Curl A 是这个 那把这个带进来 H1 H2 H3 是E H1 H2 H3 都是E 要记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H1 H2 H3 这里也有H1 H2 H3 这都是E 然后这U1 就是X U2 就是Y Univetal 就是Z Univetal 这是AX AY AZ 你把它带进来 迪卡尔坐标 你看 跟我们导出来的完全一样 好 我们再把这个球坐标的这个特性 带到这个地方去 H1 H2 H3 乘起来就是R平方Sine Theta 然后这里有H1 不要忘掉 E 这个 这个就是RUnivetal H2 R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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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Zeta Univetal U3 就是 5Univetal 然后 这个是 E 就是 A2 R AZ R3 Z A5 Partial R Partial over Partial Theta Partial over Partial Phi 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 以后 以后 你多用它才会记得住 你不要把它当作英文单字来背 多做题目 做一次 写一次 做一次写一次 你就记得住了 就是求坐标就是这个值 不要忘了这里都有R3 R3 Z 等等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圆柱坐标带进来 A1 H1 H2 H3 就是Raw分之一 Raw分之一 这个是E 这个也是E 这是Raw 这是A5 这是Phi Univetal 这是Raw Univetal 这是ZUnivetal 那这个是A Raw A5 AZ 等等 这是圆柱坐标 OK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Operator La Placian La Placian Operator 我们为了简单其介 我们把这个式子 先写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个当作是La Placian的第一个分量 这个是它的第二个分量 这个是它的第三个分量 然后 La Placian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分量 La Placian 它等于Divergent Gradient F 那这个就是Gradient 这就是Divergence的一个式子 Divergence一个向量 本来Divergence一个是A 但是我们这里头用的是Gradient的三个分量 OK 好 那么我们 把这个 带进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什么呢 H1 H2 H3 还是摆在这里 Partial over Partial Q1 然后Gradient F1 我们就用这个带 带回去 把这个带回去 现在带回去 就H2 H2 H3 乘上H1 再乘Partial F 或Partial Q1 这一项就是把 Gradient F的第二个分量带进去 带回去 第三个分量带回去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Laplacian F的一个通用的式子 好 我们现在用 迪卡尔坐标 来验证一下 H1 H2 H3 E 这个也是E Partial 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X平方 这是Partial X平方 这是Partial 这都是E了 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Y平方 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2平方 等等 带进去 OK 这个是 迪卡尔坐标 没错 跟我们前面导出来的都一样 好 于是 我们现在就把 球坐标的这些值 带进去 H1 H2 H3 就变成R平方 3 Theta 然后这个 R平方3 Theta 乘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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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等一等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R平方 对不对 不是 这个 不是 这个 这不能马上成 这Partial over Partial R 这是Partial F over Partial R 这个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Partial over Partial Theta 带进去 这个是 1跟3 那就是 R Partial over Partial Theta Partial F over Partial Theta 这个 乘上这个 就变成Partial F over Partial Phi 然后我们把这个乘进去 乘进去的时候 这一项 因为是对R做偏微分 所以 3 Theta 可以提出来 跟这个约调 它就是 R平方分子 1 Partial over Partial R R平方 Partial Partial F over Partial R 这个 没有什么改变的 就是照这个写 这个地方 可以把3 Theta 拿出来 它就变成 2平方 3平方 Theta Partial 平方 F over Partial Phi平方 这个是 球坐标的 球坐标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个 圆柱坐标 把这个特性 带到这里来 H1 H2 H3 带进来是Row 好 这个Row 被1来处 就是Row Partial F over Partial Row Partial over Partial Row Partial over Partial Phi 这是1 1Row 就是Row分子1 Partial F over Partial Phi 然后这个是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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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 F over Partial Z 然后把这个乘进来 我们就可以变成 这个就是这一项 这个乘进来 因为这个对Phi 做比较为分 Row可以当常数 提出来跟这个合并 就变成Row平方分子1 Partial平方 F over Partial Phi平方 这个Row拿出来 跟这个约掉 它就变成Partial平方 F over Partial Z平方 这个是圆柱坐标的 以上都要记住 好 如果是我们前面讲的 La Plagin 是对纯亮F来说的 纯亮F来说的 如果是向量的话呢 向量的话 我们不能用前面这个式子 我们就要用这个向量横等式 Curl of Curl A 它很等于Gradient 从上Divergent A 减到La Plagin A 向量 所以我们可以解除 这个A向量出来 它就等于这一项 减到这一项 以后就说 这个我们都可以算 这个可以算 这个再做Curl也可以算 你就可以算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我们很少用就是了 好 现在我们都讲完了 底下就是把三个坐标 里头的Operator 里头的这些Gradient的 迪卡尔坐标是这个 Divergent A是这样子的 Curl A是这样子的 La Plagin F是这样 这是迪卡尔坐标 这个表大家以后可以 做CD可以常用它 球坐标 Gradient F是等于这个 要记住 特别记住这一项 你会写这一项的时候 这个大概都没问题 这个是R分之一 Divergent 是这个式子 也可以写成这样 有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算 有时候用这个算 Curl A我们就是用这个 然后球坐标 球坐标里头的 La Plagin F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样 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式子 圆柱坐标 Gradient F Divergent 这两个都可以用 通常都是用这个 Curl A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La Plagin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用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或者加上这个 我会用这个 就是看热静的 那么 你会用这个